听读教材四 艺术和音乐 于是他将世界名曲 节录20秒 当作上下课的钟声 让孩子熟悉 这位校长 以行动为学生制造了 培养音乐细胞的机会 印证了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这句话 是的 人生到处都是受教育的机会 只看有没有用心而已 这位校长又说 除了注重课业的知识 他也很关注学生们的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的首要 在于培养学生的整洁习惯 他认为 学校穷没有关系 但是要干净 因此趁着假期 他与老师们合力 把学校整理得干干净净 又种上一些小花 如非洲鹰 草牡丹 校园立刻换人一些 孩子也不再随地丢纸屑 甚至会主动帮老师整理校园 除此 他坚持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 跟学生道早安 所以学生很自然地 就养成见面打招呼的习惯 连见到我都会说 老师好 整个校园都洋溢着和乐的氛围 他说 教育就像播种 农人都知道撒下的种子 不一定每颗都发芽 对他来说 只要有一半发芽 他就很满意了 那些不发芽的 至少也知道自己应该发芽 他又说 如果根好 一时长歪 还有机会扶正 就怕根烂了 上面再好 也不能持久 因此 认为基础教育是人格教育 特别的重要 师长们应该时刻 以身作则 我听了很感动 孩子们 你们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 老师永远不知道 自己耕耘的是未来的爱迪生 还是爱因斯坦 但是 只要有一个学生造福了人类 老师的辛苦就值得了 我想 这是所有老师 无怨无悔付出 最主要的原因 老师工作的目标 是希望啊 孩子们 你们一定要成长 报答你们的师长啊 谢谢 谢谢